黃國書的勸名風波 現在很多人就很擔心說 既無體加油既黃國書 現在又來一個民進黨的共黨主席江同堅 而這件事情呢 甚至很多人就拿出說 之前立法院副委員長蔡其昌曾經說過 這是轉型正義 蔡英文昨天也強調說 轉型正義並非侵犯或是鬥爭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似乎是有點諷刺 因為現在民進黨內鬥問題 似乎是越來越嚴重 就是說蔡英文講說 轉型正義不是清算鬥爭 這是說給外面人聽的 他原來的轉型正義 他成立這個轉型什麼 轉型正義委員會 他就是要清算鬥爭國民黨 他否則成立幹嘛 他就是清算鬥爭國民黨 你看他做所有的事情 還有之前他們講的那個副主委講的話 就是清算鬥爭國民黨 只是國民黨已經被他搞到現在 第一個一窮二白 第二個打到谷底了 所以國民黨其實也沒什麼好清算鬥爭 他就是這樣 你在清算鬥爭他 他已經是這樣 就沒有想到政治的縣市報回立標 轉回來打到他們自己 所以打到黃國書 甚至還牽扯到江鴻堅 甚至說還有職位比立委更高的人 所以打到他自己 你要這樣想說 你現在去追究說那個時候是黨國議題 那個時候本來就是黨政一家黨國議題 那早些的時候 國軍還是黨軍 黨軍還是國軍 你靠什麼去什麼 什麼北伐啊 抗戰啊 那個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國民黨的部隊嘛 那你現在去把那個時候情況 現在來鬥爭他 你很無聊嘛對不對 那你當然可以鬥爭他 你以現在的講個大道理你可以鬥爭他 你以現在的講個大道理你可以鬥爭他 但是你回到那個時候的狀況 那所以像那個時候國民黨一黨獨大嘛 所以很多人加入國民黨對不對 民進黨一堆人當時加入國民黨 那會不會講說這些人為什麼當時加入國民黨 為什麼現在是叛黨呢 那等於是叛國民黨啊 按照這個蘇智森的講法 那不是很無聊嗎 當你去鬥爭清算這個事情的時候 最後就打到自己 他現在就打到自己了